你不可 你不用担心 我来之前已经去见过他们了 把我们上错花轿的事情 也告诉了二老 二老爷很担心你 交代我转告你 让你好好照顾自己 真希望这些不好的事情 能够快点过去 碧玉庄城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韬 不知 不知戏夜谁才出 怎么还不睡啊 我等你呢 等我 等我干吗 我和冰雁姐有好多话要聊 要不是她赶我 我还不想回来呢 那 我岂不就独守空房 可怜死了 你可怜 有我这个假冰雁 现在又来了个真冰雁 可怜什么 可我不要那个真的杜冰雁 我就要你这个假的杜冰雁 她原本就是你的新娘子啊 可怜死了 可是现在 她 是她的 她 她和她 遇到麻烦了 怎么了 皇上已经下旨 要 昭元不屈 当驾马爷 让她和她娶昌平公主 那这下可就麻烦了 不过冰雁姐 想出了一个好法子 或许能够让皇上回心转意 元不屈 正按照她的法子实施呢 那就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她就还是她的 你也还是我的 她不会是我的 你也不会是她的 什么你你你我我我我她她她呀 就你拼嘴 睡觉去 你的呢 你你怎么啦 你 你怎么了 我就要定了你这个假的杜饼眼 嗨 这个 mache 你怎么这么笨 bridge 都好 不是 对 你怎么回来了